大了免税项目 外国旅客除了买电器 衣服配件可以免税以外 现在台湾以及大陆观光客 最爱的药装食品等商品 也都入列了 眼看着日本想要靠免税拼观光 南韩也打算要增加免税店 并且取消了消费者的年龄限制 日本东京知名购物景点 一座池袋表参道 人潮汹涌 可以看到很多外国脸孔 观光客聚集日本 除了玩乐之外 还要大买特买 只要是持外籍护照的旅客 来到日本找到这个 Japan Tax Free的商店消费 就可以享有免税 而10月1号期 他们还扩大了免税的范围 从大卖场白货公司到药装店 走到哪里都能听到看到 日本大力推广免税服务 以前买电器衣服配件 超过一万日元才可以免税 10月1号日本推出免税新制 现在买药妆 食物 烟酒 满五千日元 也就是一千四百元新台币 就可以免税 就是11号 是那个药瓶 买的人很多 所以还要一定要五千块 那五千块的药妆 可能一大堆 在日本商店 产品都会标示免税与加税两种价格 只要你在结账时拿出外国护照 店员就会自动帮你用免税的价格计算 不用到机场排队退税 免掉8%的消费税 加上日元对新台币大幅贬值 算下来现在去日本购物 至少打了七折 整个如果是说以机票来说 或者是加上酒店的住宿 加上你消费的 平均来讲事实上 现在去日本观光的话 可能你大概都可以省到30%左右 因为消费税的减低 再加上日币贬值的关系 所以也导致很多的客人 他可能原本想要去其他地区 而转站到日本去 眼看日本启动最大免税潮 成功吸引观光客 现在南韩也要拼场 哇 太棒了 舞蹈